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线 作者 萧锦宇 演播 摩仙 魔力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七百六十一章不过如此 剑影激昂 惊动就笑 如若夜空般飘渺空灵的剑身 爆占出无量泛光 明耀乾坤 远远一望 直剑在手的苏义 直似神人卧大日 哼 苏义身随剑走 展开杀戮 其身影如流光闪电 其剑势在以大快灾剑精的 奥义激进施展 自似张扬 尽显大自在 大逍遥的风采 啥 当一道剑光斩落 直似一道道从天而降的泛火林氏 蜂拥而至的一群尸骸 皆轰然炸开 焚化一空 剑挽星河 清天赋的荡凡尘 而剑气中所充盈的 则是小夕天四大之高剑道传承之一的大光明 犯阴尽奥义 此等剑道威能 可分化时间一切斜碎 可净化一切污浊 也专门克制着大阵中那些被裂化为尸魁的尸骸体内的剧毒 轰隆 整座天魔露天阵在震荡 无论是尸魁 还是那白杖高的天魔虚影 并无智慧 且都是由操纵大阵者掌控 自然是汗不畏死 疯狂般朝苏义杀去 然而 苏义自不会再与之周旋 便见剑气击射 纵横交错 一道道裹挟着浩荡犯火的剑气 杀得那些尸魁成群成群倒下 被焚化一空 再看苏义身影四周 营绕着一圈圈佛光剑影 每一道涟漪就如一道金色连台 连台之上 有佛陀虚影映现 诵经声 禅畅声 离赞声 伴随着光明无量的泛光剑气 交织成一种宏大无量 神圣无边的景象 而苏义所过之处 势如破竹 远处观战者皆轰动 被这一幕惊叨 我就知道 苏折仙段不可能会被轻易记录 有人激动大叫 的确太不可思议了 那等杀战和等恐怖 换作当事任何人 怕都早已被灭杀掉 可苏折仙却支撑下来 开始大杀四方 有人目瞪口呆 胜负未分之时 一切都不好说 再继续看吧 有老辈人物难难 谁都看出 今日这一场天下瞩目的大战 注定充满变数 好神妙的佛道绝学 成员 你可看出此次现在所动用的力量 窄星山之巅 那些灵伦境大人物皆皱眉 眸光闪动 苏以此刻展露出的手段之强大 再次出乎他们意料 来自静空禅寺的首席长老成员 此刻明显也被惊动 神色明灭不定 正正道 这般佛门传承 必然是至高的大道真经 恐怕也只有般若禅庭中才能见到 这个辈分极高的枯寿老僧 罕见得有些失态 似无法想象 苏以从何处继承的这等佛门一波 伯若禅庭 而当听到成员的话 在场大人们的眉头皱得愈发厉害 三万年前 伯若禅庭是天下第一佛门净土 和这个古老的禅庭 早就消失在三万年暗谷之境中 并且也没人相信 苏禅会是佛门修士 轰隆 天魔露天阵距离晃动 轰震如雷 在一众震暗目光注视下 那无数师傀和天魔虚影的重重围困之中 苏禅孤身仗剑 杀出一条血路 他浑身泛火硬空 剑气惶惶 直似神圣般不可直视 这等一幕 也让环天度等人的脸色变得阴沉如水 这都还杀不死苏禅 这让他们焉能不惊怒 眼见苏禅就要杀出重围 快 动用九级阵市阵 环天度大鹤 虚发怒章 这一次为了灭杀苏禅 他们这七大势力准备了诸多手段 可谁也没想到 苏禅竟强悍到这等地步 在场大人物对视 皆似豁出去班 一咬牙 展开行动 哄 六十三位灵伦境人物 齐齐出手 那覆盖在摘兴山上下的 九重禁阵力量 随之轰然运转 便见九重禁阵 分别化作一道 足有数十丈范围的巨大道坛 其上符文密布 光辖蒸腾 而分散在摘兴山上的 那场百味灵相近人物 则纷纷腾空而起 分别掠入那九座巨大道坛中 每一座道坛 接住足九到十二人不等 而后 这九座道坛一起 指使九座从天而降的神山般 震入天魔路天阵中 轰隆 轰隆 道阴京市 天昏地暗 随着九座巨大道坛出现 天魔路天阵的威士众人 攀升一大劫 每一座道坛 皆覆盖在神庙的静阵光幕中 而驻足到坛上的那些灵相近大修士 则齐齐出手 御用九击阵市阵之力 朝苏义阵杀过去 而原本即将杀出重围的苏义 再度陷入重围之中 并且处境变得比之前凶险了不知多少 这等巨变 让远处观战着遍体声寒 一个个傻眼了 也是此时 人们才深刻认识到那些大势力的恐怖 仅仅是此刻在摘星山前的布局 都足以让人崩溃绝望 这若再杀不死此聊 咱们可就真的拼命了 还天度轻语 他们此次所不设的埋伏 第一重是天魔路天阵 第二重是这段时间所炼制的无数失窥 第三重便是这九击阵式阵 三重埋伏环环相扣 彼此契合 如若一个整体 当一起动用时 那等未能之胜 除非是皇者亲临 否则 无论是谁 都难逃一死 而为此 他们其大势力 几乎将各自积攒 无数岁月的家底掏空 什么天才地宝 全都砸到了这三重埋伏中 代价不可谓不巨大 但对他们而言 只要能在今日杀死苏裔 就值了 莫要懈怠 一鼓作气 灭了他 天急到门烈阳冲杀气腾腾 事实上 他们六十三位灵伦镜人物交谈时 一直在运转天魔路天阵 没有人会在这等时候留守 而在大阵中 当把这场杀劫尽收眼底 苏裔却笑了笑 底派进出 可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啊 他一旦手中旋突箭 一身道行彻底运转到极尽巅峰地步 哄 他俊拔的身影上 有五匹剑一冲销 摇动兴汉 既有早已真挚圆满地步的原始道义 也有才刚刚出窥门境 真挚入微地步的太威 浑须两种堪称 况是罕见的至高大道奥义 太威 此为地心之央 其于幽玄 发于微末 其色为子 其之若晨 其意浩渺 其身如空 此等奥义一出 直似此气东来 地心独照 浩渺如言 视若一方星语般广袤无边 此为之太微道义 而魂须 则取魂名如晦 太须若冲之意 此等道义 色如万古清宵 光如破晓晨曦 一经施展 四清明邪晨曦而来 光辉所及 未能所致 这两种至高大道奥义 纵使只被苏义参悟到 若微地步 可当此刻施展出来后 让得苏义那形似 久遇见的大道 灵香神韵 也是变得迥然不同 杀 杀 一群白杖高的天魔杀来 血色尽致力量迸发 铺天盖地 杀 一道剑气闪现 虚空悄然裂开一道 笔直的裂缝 那群冲杀过来的天魔身影 皆刹那间崩溃 四分五裂 化作漫天禁阵符文飘洒 哼 几乎同一时间 不远处有一座巨大的倒台 镇压而来 倒台上 十遇分阳交的 灵香静人物操纵法器 打出一片浩浩荡荡的 禁阵雷霆 这是九级阵市阵的力量 那等微能 轻易可轰杀 灵伦静存在 苏一看也不看 手腕一抖 玄渡剑枪燃轰鸣 横空一挑 剑挑日月 诸天光明照我怀 便见一道清明般的剑意横空而起 清明由浑须道义所化 清明之上 则映现出犹太微道义所凝结的一对日月 此气争腾 星空幽碎 一剑而已 映现出星空日月共辉煌 清明子气观世方的浩大景象 而此剑的本源 则是圆满地步的原始道义 哼 当这一剑横空而起 那巨大的血色倒台猛的剧烈摇晃 神回爆战 产生震耳欲聋的暴鸣巨响 不好 这 倒台之上 那些焚羊叫强者骇人失色 脸庞煞白 根本不等他们反应 这一剑之下 并将他们和脚下的巨大倒台一举斩碎 轰然炸开 血雨飞洒 惨叫惊天 这样的变化 让远处观战者都不禁呆着在那 脑袋发猛 无法想象 苏意该拥有何等恐怖的道行 才能再一次扭转颓势 这显得太不可思议 颠覆人们的想象 该死 窄星山之巅 焚羊交掌门赵北珍脸色铁青 震怒交加 心都在滴血 谁能想到 在这等三重埋伏一起运转之下 竟还都没能压住苏意身上的锋芒 谁又能想到 寥寥一见 苏意便斩破一方倒台 灭失一位焚羊叫的灵香境大修士 太霸道 那强势破局的一幕 也让环天渡等人彻底无法淡定 一个个色变不已 都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眼镜 自始至终 他们可根本不曾敢小区苏意分毫 足足七大势力联合一起 几乎拼尽所有资源 才不设下这三重堪称绝世恐怖的禁阵 为的就是灭杀苏意这样一个 无法用常理衡量的逆天角色 只是 当目督眼前这一幕时 这些大人物们才猛地意识到 他们之前哪怕做足了准备 终究还是低估了苏意的可怕 简直非人灾 可不管他们如何作响 这一切都已经发生 并且还在继续上演 那霸道强势的一剑 也就此拉开苏意逆转战局的序幕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谢谢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七百六十二章 不灭不朽 天魔露天阵内 苏意纵箭杀伐 不曾留守 轰 轰 轰 一道道无匹般的剑气飞洒 撕裂长空 无间不摧般 锁过之处 杀的那些天魔 虚影一个个轰然崩溃 至于那些尸魁 就如草芥般不堪 不等靠近 就被浩浩荡荡的剑气 未能碾成鸡粉 那其他八座 由九级阵市阵所化的倒台 在此刻也遭受到莫大的冲击 快 全力出手 杀 那柱族在倒台上的一众灵 相近修饰 此刻就像疯了般 全力催动进阵 对苏意进行围攻 禁止波动汹涌 四雷停击荡 如木海狂卷 可这样的攻击 便是全力出手的苏意 也已谈不上多大威胁 就剑 轰 一道璀璨剑气劈斩而出 剑势如上苍之刀 足可断山海 在这等一剑之下 一座巨大的倒台 从轰然崩碎 其上铸足的九个 来自天机道门的 林湘境大修士 皆魂飞魄散 一剑劈山海 纷扰如潮从此事 那林林剑威 再度震撼全场 当看到这一幕 天机道门的立阳 冲目自欲猎 愤怒无边 他们这些大人物 并非只眼睁睁看着 相反 他们一直在全力 催动天魔路天阵的力量 可这样的努力 已很难压制住 苏义的功法 两个弹指后 再有一座倒台暴碎 被一道黄黄剑气扫中 驻足其上的 一种近空蝉似的佛修 只来得及发出 震天般的惨叫声 便暴毙而亡 那剑气太过恐怖 无坚不摧 无物不破 烙印着原始 太威 浑须三种 至高大道傲义 那等力量 岂是寻常可比 孽障 狐受老僧成员震怒 似金刚悟悟 何止是他 此刻环天渡等大人物们 一个个气急败坏 虚发怒章 愤恨难当 而远处的观战者 皆震害失神 这一战从开始到现在 变数从生 惊心动魄 无论是那些 大势力的布局之恐怖 还是苏义展露出的手段之强大 每一次都颠覆他们的认知 带给他们心神莫大的冲击 以至于到现在 当看到苏义在天魔路天阵中 大发神威时 众人不禁下意识想到 那些大势力又该动用 怎样的后手 才能打压苏义 六个谈指后 连续三道惊天动地的巨像传出 整座天魔路天阵 都随之剧烈颤抖 便见苏义一口气斩出三剑 分别将三座巨大的血色道坛碾碎 驻足其上的灵相敬大修士 皆神允道消 无意生还 势无破竹 一气呵成 而这样的一击 则再次带走二十余位 灵相敬大修士的性命 那等血淋淋的一幕 刺激的还天度 等大人物都快要疯掉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烈阳冲声音嘶哑 道 诸位 再不动手 我们之前支部局 可就将前功尽弃 还天度等人身色明灭不定 好 那就按照之前约定 彻底毁了那孽障 赵贝珍咬牙出声 紧跟着 其他人也陆续发生 同意烈阳冲的主意 各位 若如此的话 我们付出的代价 可就太大了 还天度有些迟疑 可就在此时 大阵之中 再有一座倒台报岁 而驻足在倒台上的 那些魔族 环士林相敬人物 也随之奇奇允命 原本还迟疑的还天度 等时气的怒发冲冠 愤然道 罢了 只要能灭杀子疗 一切付出都值得 出手吧 还天度深呼吸一口气 猛地将掌控在手的 黑色波鱼祭出 几乎同一时间 其他六十余位灵伦境人物 也一起将手中宝物 一起祭出 飞剑 倒印 玉尺 葫芦 沐鱼 足足六十三成宝物 皆是运转天魔 露天真的法器 而此时 这些法器奇奇燃烧起来 似陨落的流星般 朝天魔露天阵内哄去 正在大阵中厮杀的 苏义似有察觉 眉头微挑 他一眼看出 这些老家伙已不惜一切 要将天魔露天阵彻底毁掉 以此来灭杀自己 这些家伙可真够狠的 要知道 此刻在大阵中 不只有他苏义 还有其他两座倒台上的十多位灵香镜修士 可很显然 那些敌对势力的大人物们 已经根本不在乎这些灵香镜人物的死活 哼 宛如开天辟地般 众人眼前 只剩下一道璀璨的光 那光芒如此赤盛 就如同天地间 有一轮大日忽然爆碎炸开 七光之盛 明耀九天 而那等爆炸时兴起的毁灭洪流 更是如飓风般肆虐扩散 所过之处 虚空紊乱 大地塌陷 山月如指湖般化作飞灰 一些距离近的观战者 甚至直接被那毁灭洪流淹没 发出凄厉的惨叫 魂飞破散 更多的人都早已第一时间 朝更远处逃去 每个人都被惊得亡魂大冒 心神无边恐惧 就是由重重进阵覆盖的摘星山 这一刻也遭受到冲击 山体凹晃 岩石轻塌 整座插入云霄的大山 都在摇摇欲坠 过了许久 天地间的光芒 才渐渐暗淡 肆虐一切的毁灭气息 随之平息下来 终于结束了 环天舵等人皆长须一口气 在这等毁天灭地的力量面前 便是皇者都得遭受的波及 更何况区区苏役 可惜了 这一战几乎耗尽我等七大势力的宝物 那些灵香敬强者更是无意生还 呼售老僧成员双手合十 神色悲悯 杀死苏役 直了 这天下 终究还是我们这些势力说了算 这大事 也当以我等为尊 烈阳冲畅快笑起来 待他日 再去那九顶城走一遭 话还没说完 这位天机到门的大长老 笑容猛地凝固 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直见远处虚空中 随着滚滚烟霞弥散 一道俊拔的身影平须而立 在他周身 有一条条道光垂落 将他整个人护在其中 尽管满身是残破的伤痕 模样也显得颇为狼狈 但他身姿依旧笔挺如利剑 满如不朽不灭的仙神般 俯瞰天地 屁腻人间 当看到这道身影那一刹那 整个天地 为之师生 所有人呆若泥塑 纵使大阵轻塌 万物皆毁 唯我不灭 这身影 自然是苏义 狠起来连自己人都杀 可着实让我刮目相看 苏义开口 平淡的话语 尽是讽刺 这不可能 不可能 那些大人物手脚颤抖 不愿相信 之前那一计 他们倾尽一切 彻底引爆那耗费 无数天才的 保所不适的重重进阵 那等恐怖的威能 足以让皇者 不敢殷其锋芒 但苏义 竟然活下来了 这让谁能接受 远处的观战者 此刻也都彻底呆着在那 内心翻江高海 根本找不出任何词汇 来形容此刻的心情 苏义就仿佛不败不朽的 仙神 强大到无法撼动 这简直和神迹 也没有区别 还有底牌嘛 尽管是出来辨识 淡然的声音中 苏义以脉部虚空 朝宅兴山上杀去 他因为残损 浑身伤痕 可谋光辟拟 以身气息不降反生 以身剑一如沸腾烈焰 凡然天穷 仅仅那等威势 就让桓天杜等六十余位 灵伦境大修饰胆寒 须知 他们中大半都是老辈角色 遭受过按苦之尽力量的侵蚀 战力寻常 而就是那些年轻的灵伦境人物 最强大的野旧和桓上林 谢之北相当 这怎可能是苏义的对手 他们之所以在此精心布局 就是打算借助那重重杀阵的力量 彻底灭掉苏义 可根本没想过要凭自身的道行 去和苏义拼命 可现在 那重重杀阵已崩坏消散了 可以说 他们已经失去最强大的依仗 不过 蝼蚁尚且贪生 何况人呼 诸位 莫要被死了的气眼吓到 我们足足六十三位灵伦境强者 一起动用各自底牌 不见得无法灭了他 环天度沉声开口 说话时 他祭出自身的本命灵宝 那就一起上 灭了他 杀 在场那些灵伦境存在 哪儿不清楚局势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谁还敢保留 接齐齐出手了 红龙 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六十三位灵伦敬人物一起 各自祭出自身的本命灵宝 运转压箱底的秘法 朝苏义杀去 一时间 曝光冲销 道音轰鸣 猪般宝物国挟着耀眼惊天的神灰 化作浩浩荡荡的力量洪流 朝冲过来的苏义一人杀去 那等一幕 足以令鬼神经 蝼蚁终究是蝼蚁 即便是抱团出击 也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 苏义冷鸣屁腻 沉犯一抹击翘的糊涂 面对这等恐怖滔天的一击 他不悲不喜 不闪不闭 蒙地深呼吸一口气 灰箭斩下 啥 一道璀璨剑气冲销 充盈着玄妙难言的神韵 四清明伴随晨曦洒落人间 又似一方星雄带着漫天紫气垂林 当这一道剑气斩落 天地之间 直似被劈开一道裂缝 裂缝蔓延之处 那汇聚着六十三位灵伦敬奖者的权力 以及顿时向不拨般被轻而易举的匹成两半 轰隆 天崩地裂般的暴鸣声中 密法如超溃散 各色宝物横飞 一阵灵伦敬人物 皆身影亮呛 被一剑撼退 一些老辈人物 更是负伤可血 痛叫连连 差点被这一剑灭杀当场 偌大的阵容就此涣散 目睹此目 观战者身心皆颤 一剑之威 尽恐不至此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谢谢 欢迎继续观看 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线 作者 萧锦宇 演播 摩仙 摩力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七百六十三章 无意生还 一剑 破开一众灵伦镜强者的攻击 更撼动他们每个人的斗志 真正亲自以道行去和苏语争锋 无论是那些老辈人物 还是刚晋升灵伦镜不久的年轻人 才体会到苏语的道行何等之恐怖 也才终于明白 为何当初苏语刚刚肚结破镜 便能一口气斩杀环上林等二十五位灵伦镜存在 苏语太强了 别看只是灵香镜初期 和他的根基之雄后 见到造一只强大 足以让当时灵伦镜人物感到胆寒 枪 剑淫在响彻 苏语一击得手 身影如闪电般 破空杀来 杀 环天杜 烈阳冲等大人物 力声大喝 这一战 他们不能退 更不能输 否则 他们背后的势力 注定将沦为苏语脚下的踏脚石 或土光瓦解 或被其他势力视作肥肉丝有瓜分 这样的后果 也根本不是他们能接受的 轰隆 大战爆发 苏语神色淡漠 眸光过蓝不惊 这等层次的围攻 对如今的他而言 已谈不上多大威胁 杀 他没有留守 纵进沙发 整个人直似一道犀利璀璨的光 硬生生凿进敌人大军中 一剑游石方 上穷逼落下黄泉 如雨般的剑气机设 摧垮迎面而来的宝物 斩破猪般妙法 扎眼间而已 便斩杀时都为灵伦性强者 断枝残壁飞洒 血肉残骸坠落 虚空都被染成新红色 凄厉的惨叫 震天动地 这一刻的苏意 简直和虎如羊群也没区别 身上的气息灵力强盛 道光流转 书狂如仙 辟腻如神 第二剑 第三剑 第四剑 每一剑斩戳 皆演一戳 无坚不摧的霸道剑士 自能够把天地掀翻 阴阳搅乱 任凭那些对手如何寄出法宝 神通 但在苏意的剑道威能下 根本不甘一击 在这等杀伐之下 那些威震天下 披靡正生的灵伦性大人物 成片成片地倒下 似被收割的草芥 尸还如雨落 太恐怖 远处观战者 浑身站立 满脸惊惧 孤身一人 却杀得六十三位灵伦镜 存在溃不成军 杀得那片虚空紊乱 天地失色 若非亲眼所见 谁敢相信 这是一个灵相敬少年 能够做到的 去知 在当今天下 灵伦镜已经足可在众生中成尊 代表着大道境界的最巅峰 随便拎出一个 都能坐镇一方 受尽世间修饰静养和膜拜 可这些往日里吃着风云 全是滔天的角色 此刻却似土鸡娃狗般被苏伊宰杀 那等血淋淋的场面 也就显得格外震撼人心 轰隆 天地在震颤 那高入云霄的摘星山 都在这等战斗余波中摧垮 一节山体轰然轻塌 仅仅虚余间 六十三位灵伦静大修士 就被苏伊图露过半 灵障 真当我等奈何不了你 去 环天度发出嘶吼 眼睛冲血 哼 在他手中 祭出一柄黑色鼓伞 骑上镇刻六十四幅魔玉图腾 随着散面撑开 顿时映现出六十四冲魔玉虚影 这天逼日 朝苏伊笼罩而下 千魔玄境伞 魔族环师的祖传之宝 一经施展 魔玉重重 只死三千天魔驾临人间 这一刻 环天度这位魔族环师的掌权者 再不敢迟疑 直接将最强大的杀手锏施展出来 这就是要比拼底牌了 苏伊见此 眼神不由泛起一丝不屑 傅京云曾跟他谈起过 这些大势力手中 皆掌握一些黄金秘宝 虽然都遭受过 暗谷知尽力量侵蚀 但那等威能 已接近于玄兆境出击黄者的一击 苏伊当时根本没在意 就是此时 真正遇到这样的杀手锏 也没放在心上 拼实力 这些对手不行 拼杀手锏 他们同样不行 枪 便见玄珠剑猛的微微震颤起来 泛起一丝晦色奇异的力量波动 让得整把剑的气息 也带上一抹令人心悸的神秘色彩 随着苏伊抬手轻描淡写的一剑斩下 天地一剑 万物惊颤 在无数震撼目光注视下 一抹灰暗的剑气掠起 搅碎三千天魔 轰裂六十四种魔玉 沾在撑开的千魔玄境散上 而后 这件魔族环师的祖传之宝 轰然破碎 四分五裂 简直何止乎也没区别 那片虚空 都被剑气 碾出一道笔直的裂痕 似一方天语被压塌了斑 原来这才是你的 底牌 环天肚灯大眼睛 声音沙哑 断断续续 而后 砰的一声 他枯瘦高大的身影 如若珠王密布的瓷器般 碎成无数块 扑速速追落虚空 身陨倒消 这一剑 也刺激地仅剩下那些 灵伦境修饰快要崩溃 连魔族环师的志强阵族之宝 都在苏义的剑气之下不堪一击 这让谁能不感到绝望 其 蒙地 猎羊冲发出大鹤 原因就是 苏义拎剑朝他上来 逼得他根本不敢迟疑 动用底牌 轰 一方古朴的青色倒影浮现 光焰冲斗牛 掀起一挂九天银河般的瀑布 朝苏义轰去 那道光 尽是玄刚之气 玄刚天合印 天机到门的秘宝 内运三位皇者的一只烙印 寥寥一缕气息 都能压他山河 而现在 此宝被猎羊冲击尽催动 杀向苏义 几乎同一时间 其他方向上 焚羊交的赵贝珍 净空蝉似的成员 天行见摘的月长熊等人 皆毫不犹豫动用底牌 轰 一尊弥散着九幽气息的火焰顶楼横空 霞光万丈 将虚空都燃烧得通红一片 九幽神火顶 焚羊叫阵派之宝 哗啦 一柄雪白浮沉在天雄下一晃 满天荧光乍现 似无尽流光垂落 万一道流光 皆萦绕着致命般的锋利危险气息 灵霄浮沉 净空蝉似的传承之宝 而月长熊 费云 赫连其三人 分别祭出一口黑色飞剑 一柄坠满星光的如意 一条染着腰神针血的绳索 每一样宝物 街头发出滔天般恐怖的威势 几乎可以媲美黄道秘宝 未能强大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当这些宝物一起涌现 千丈天地 都似要崩塌般 产生剧烈的安民之音 远处观战者 更是被震慑的心神尸首 脑海恐怖 太可怕了 只似目睹一位未皇者临时 要震杀苏伊一人 这样的攻击 就是玄兆境出击的皇者 怕也得避让三分 苏伊暗道 以他的阅历 自然能一眼洞察这等围攻之力的恐怖之处 远远不是之前那天 磨入天真一类的埋伏可比 不过 既然是比拼外力 苏伊自然不会蠢到平自身的实力去硬汗 破 他冷谋如电 手中玄独剑凭空一闪 轰隆 如扑般垂落而至的玄刚之气 被一道晦涩神秘的剑光斩断 剑光于是不解 突兀地斩在玄刚天河印上 这剑传成了不知多少岁月的这强古堡 顿时四豆腐般被切成两半 扑 而掌控磁宝的烈洋冲 眼睛猛得瞪得滚圆 一抹血线出现在他咽喉之间 而后 其头颅无声无息地从脖梗上滚落而下 这一剑 不知斩碎其宝物 更将其躯体和神魂皆抹杀 同一时间 长远的灵霄浮沉 赵北珍的九幽神火鼎 以及岳长琼 费云 赫连其三者的杀手锏 接齐齐杀来 面对这等围攻 苏一身呼吸一口气 施展出大五行政预见的奥义 哄 五座剑山横空 狠狠碾压 每一座剑山除了充盈的原始 魂须 太微三种大道奥义 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神秘灰色气息 那是九玉剑的力量 之前无论是击杀环天度 还是灭掉丽阳冲 关键就在于苏义的玄都剑上 营绕着属于九玉剑的气息 而今 这样的力量 在大五行政预见中演绎而开 轰隆 天塌地陷 万象帮阻 那片虚空完全被耀眼的光冲斥 肆虐如潮 五匹般的毁灭气息肆虐中 便见每一座剑山镇压之下 便有一件 微能恐怖的宝物爆碎 什么九幽神火顶 灵霄浮尘 或许能轻易斩杀 当时任何灵伦境存在 但在五座剑山面前 也统统和纸壶没有区别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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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物爆碎之音 密集如潮 而在这剧烈的碰撞中 成员 赵北珍 岳长青这些老辈人物 皆来不及反应 便被一座座剑山镇杀当场 事实上 没有了杀手锏 以他们那层被暗骨支尽力量侵蚀的道行 也就和寻常的灵伦境存在没什么区别 又哪可能挡得住大五行阵遇见的沙罚 但毁灭般的光霞洪流弥散 天地间 为苏亦是剑当空而立 四万股不移之山 无法撼动 而在不远处 仅剩下的二十余位灵伦境修士 当梦夺着一幕时 内心仅存的斗志 彻底崩溃 逃 有人发出惊慌绝望的尖叫 转身就逃 紧跟着 其他人也四处倒湖孙散 无不动用秘法 彷徨如丧家之犬 朝四面八方逃去 之前的他们 何等不可一世 何等威风傲暗 可此时 却被苏亦杀得吓破胆 不战而溃 不过 苏亦又怎可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逃走 须知 开战之前他就曾言 今日此地 必将人头滚滚 流血成河 去 苏亦手腕转动 玄渡剑轻盈 疏而斩出一剑 剑游十方 上穷逼落下黄泉 依旧是这一招 就见远处那四面八方不同的区域中 分别逃往不同方向的二十余位灵伦境人物 七骑被斩杀当场 无意生还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谢谢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演播 摩仙 魔力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七百六十四章 玉族 砰 砰 砰 那些灵伦境的躯体爆碎 像二十余道星红的烟火在虚空中绽放 其美甚人 这一剑 苏意到并未动用久遇见的气息 之所以能一举将这些逃走的对手全灭掉 原因很简单 对方的心境和斗志都已崩溃 这样的对手完全就没有任何威胁可言 天地血情如化 毁灭般的气息物资在弥漫 为苏意截然一人 平须而立 傲视天地间 如若不败仙神 远处观战者 皆呆之在那 生物失神 这一战 那七大势力的顶级强者几乎清朝二出 联合一起 布施重重进阵 更动用诸般祖传至宝 可最终 还是败了 败在苏意一人手底下 六十三位灵伦静 上百位灵相静 全军覆没 无意身还 这在之前 谁敢想象 太恐怖 天地寂静 压抑沉闷 一人一剑 他们七大势力联手 这等风采 隔在三万年前 也无人可及啊 一些老辈人物暗自感慨 这一场 引来天下瞩目的矿石大战 将决定大势潮流的走向 而现在 随着七大势力折起沉沙 可以预见 以后这苍青大路上 必将以苏意一人为尊 换而言之 他一个人 便可见压大势 领天下臣服 之前我都怀疑 就是皇者人物来了 面对这等重重杀阵 怕也得闹得灰头土脸不可 谁能想到 苏意却能一路破竹 崔库拉朽班灭杀所有大敌 一些大势力中的强者 皆心惊肉跳 胆寒不已 对他们而言 七大势力的落败 也就意味着 哪怕是当时其他大势力 以后也得向苏意低头 完了 那七大势力彻底完了 有人内心翻腾 这一战 七大势力的强大存在几乎被苏意一人屠露一空 不用想就知道 哪怕苏意就此收手 那七大势力也注定将沦为肥肉 被当时其他势力瓜分 一人之威 竟强盛至此 放眼当今璀璨大势上 谁还能与之比肩 使人称呼其折先 倒的确是恰如其分 一人一见 镇压大势 古来至今 何曾有过 四股苍宁 佛子陈绿 曾仆 十减肃 这些年轻一代的俊杰 此刻也都心潮起伏 感慨良多 而在远处人群中 青云楼嘱咐青云 同样将这一场大战 从头到尾尽收眼底 内心也是翻腾不已 他拿出一块玉符 正欲书写记录今日战 就在此时 一阵符掌声呼的响起 在这寂静沉闷的天地间 显得尤为清晰 甚至有些刺耳 精彩 在灵道之路上 四词等对决 绝对堪称况是罕见 一道魂后悠扬的声音 也随之从极远处天边传来 那声音似沉中目骨 大道轮音般 回荡天地间 透发出直抵人心的威严 人们下意识抬眼望去 就见极远处天边 走来一道身影 那身影受削修长 身着一袭黑色长袍 浑身营绕着一片 令人心悸的灰暗光影中 迈步虚空时 脚下浮现出一朵又一朵 浑圆的黑色盗帘图案 仿佛大道在拖着他行走般 由于距离太过遥远 再加上这身影周身 灰暗光辖流转 以至于很难看清楚其面容 但仅仅远远望着 人们变心声不可一致的 惊惧和不安 浑身汗毛倒树 背脊发寒 那身影只死从九幽之下走出的魔神 为暗如天 那是 什么 不知多少人骇然 满脸惊惧 便是那些大势力的强者 也都满脸凝重 躯体发僵 隔着那么远的距离 仅仅只看着 就让人心生恐惧 那一道身影又该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青云楼嘱咐青云瞳孔收缩 脸色骤变 一位 黄者 不对 若是黄者 藏青大陆的天地法则早已崩坏 根本承受不住其一身的威势 傅京云惊疑不定 虽看不出对方来历 但他敢肯定 对方定是冲着苏毅来的 并且早已在暗中等待许久 略以沉默 傅京云收起了手中密符 这一场引发天下瞩目的大战 或许已经结束 但针对苏毅的杀机 明显还不曾就此落幕 他决定再看看 窄星山之上的高空中 当看到那一道伟岸受削的身影时 苏毅唇边不由苟且一抹糊涂 他拿出酒壶 仰头畅饮了一番 这才感慨式地说道 还好有你这家伙出现 否则今日之战不免略显枯燥 令人乏背 众人皆恶然 这才意识到苏毅四人的对方 并且早料到对方会找来 这么说 你早料到我会出现了 极远处 那黑色长袍男子开口 他身上灰暗光辖流转 脚下大道黑帘图案明灭 显得无比神秘和是人 更不可思议的是 人们胡的发现 随着这黑袍男子迈步而来 在其身后的天地山河 完全被永夜般的黑暗遮蔽 那种黑暗 吞噬天光 浸染山河 这天逼日 远远一望 黑袍男子看似是一个人 却似带着万古长夜而来 均临天下时 天地万象皆沦陷于黑暗之中 这等恐怖诡异的一幕 让远处众人头皮发麻 浑身支起鸡皮疙瘩 这该是何等存在 才能够拥有这般 折天蔽日之威 苏伊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却魂不在意 他自顾自一边饮酒 一边说道 早在当初离开陨星渊时 我就知道 迟早有一天 你会来找我 说到这 苏伊笑了笑 不过这次我却猜错了 黑袍男子窝了一声 道猜错什么了 他悠闲迈步 看似缓慢 实则一步之间 便是数十丈距离 到此刻 距离苏伊已经只有 月末三百丈之地 也是此时 人们才看清这 黑袍男子的容貌 他肤色白皙如玉 面旁轻瘦 眼眸开合时 有神秘回忆的灰光 阴晕震腾 似地狱大门般 舍人无比 尤为醒目的是 在他恶心之地 烙印着一枚血色图腾 鲜红如燃 我本以为 那些大势力 早已经和你串通在一起 视你为依仗 才敢这般 有恃无恐地向我宣战 苏伊随口道 可现在看来 是我想多了 黑袍男子眼神间 毫不掩饰地露出一抹不屑 当时那些所谓大势力 或许在这世人眼中 是高不可攀的存在 但在我眼中 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给我提鞋都不配 我又怎可能和他们串通 话语中 极尽蔑视之意 那是发自骨子中的轻质 并非装出来 远处的人们 皆愈发经济和不安 浸若寒蝉 无人敢语 因为随着黑袍男子 不断朝这边走来 一股无形的恐怖威势 也是悄然间弥漫在天地间 压迫的他们身心接战力 不少修饰 甚至惊得汗出如浆 快要瘫痪在地 那等感觉 只是地上楼椅看到 天上神奇一步步走来 更何况 对付你这样的小怪物 我一人足够了 说话时 黑袍男子在距离苏一百丈外止步 他立足之地的前方 天地晴朗 呈现出白昼的景象 在其身后 则永夜如暮 这天逼日 尽是黑暗 山河万象 皆在无法看到 那种景象 只能用诡异来形容 无形的恐怖氛围 也是弥漫在天地间 令人如坠冰枯 惶恐难安 别着急 我知道你是为了苍精之种而来 不过在此之前 能否好好聊聊 苏一这一刻显得很有耐心 黑袍男子一正 眸光闪动 道 看得出来 你似乎 对我的来历很好奇 当然 苏一坦然道 我之前一直揣测 你会否就是狱卒 而现在 我需要你来印证这个揣测 狱卒 听到这个称谓 远处众人接一头雾水 唯独傅青云 肆意识到什么 脸色猛的一变 有点意思 黑袍男子 抚摸着下巴 重新打量了苏一一番 这才微笑说道 若是你把藏青之种 现在就交出来 我倒不介意满足 一下你的好奇心 苏一眉头微皱 道 这么说 不把你镇压 你是不会开口了 黑袍男子似听到一个荒谬的笑话般 哑然失笑 你 行吗 他眼眸中涌动灰暗光泽 尽是玩味 旋即 他慢条死里道 年轻人 别怪我一老卖老 以你的资质何道行 的确称得上罕见 便是在其他世界未面 也可称得上是凤毛麟角 不过 在我眼中 除了皇者之外 其余之辈也不过是不堪入眼的吐鸡瓦狗罢了 黑袍男子抬眼望着苏一 与其认真 你 也不例外 而我对于你这等角色 一向很宽容 只要交出苍青之种 我可以保证 给你一条活路 你若以为我是危言耸听 那 可就真是死路一条了 他声音平和随意 自对后背 晚生的 针针教会般 可话里话外 却尽显辟腻 自有一种高高在上 俯瞰一切的傲暗之意 这样的态度 让远处众人内心都一阵翻腾 苏一之前一举破败七大势力联手 倒很何等恐怖和强大 可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的黑袍男子 血色根本不在一般 是苏一和其他人一样 是不堪入眼的土鸡挖狗 换而言之 唯有黄者 才够资格入得了黑袍男子发眼 见此 苏一只轻叹一声 仰头将湖中酒一饮而尽 他仅剩下的那点耐心 被黑袍男子这番话彻底耗光了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谢谢 失去耐心 苏一也懒得废话 他收起酒壶和玄独剑 双手空空 迈不朝狱卒行去 这是打算直接动手了 远处众人都呆着在那 差点猛掉 打破脑袋都想不到 苏一非但没有被那来历恐怖的 神秘男子吓到 反而都懒得废话 直接要动手 并且还收起了配件 一副要徒手搏杀的姿态 这简直强势的一塌糊涂 傅青云这等人物 都睁大眼睛 被苏一只突然地举动惊到 这就沉不住气了 远处 黑袍男子也挣了一下 眼眸泛起一抹吸血 道 于灵道之路称尊 就能让你无法无天了 我只能说 你对真正的力量 一无所知 声音还在响起 他袖袍一挥 哼 天地猛的一颤 一片灰暗神灰涌现 凝结为一只 足有磨盘大的掌印 压到虚空 肉眼可见 这掌印弥漫出的气息 无比诡异 似能碾碎周徐 腐蚀天地大盗 虚空军力崩坏 这样的力量 黄者也忌惮三分 你又该如何抵挡 黑袍男子饶有兴趣问道 那玩味的眼神 直似猫戏耗子般 暗谷之境的力量 极远处 有人惊恐尖叫 那些从三万年 暗谷之境下活过来的老辈人物和古代妖孽 也无不害然色变 忍出这等力量 一时间 无不害然 亡魂大冒 三万年前 暗谷之境降临苍青大陆 由此给苍青大陆带来三万年的黑暗动荡岁月 不知多少黄旗道统遭受严重影响 要么从苍青大陆撤离 要么在暗谷之境之下逐渐走向衰落和消亡 整整三万年 整个苍青大陆修行界几近凋零 天地间的大道崩碎 灵气匮乏 让天下的修行势力 至今都不曾恢复元气 哪怕璀璨大事已经来临 可放眼当世 皇者不存 也再没有出现一个皇旗道统 这就是暗谷之境力量的恐怖之处 尤其对那些从暗谷之境下活过来的老辈人物而言 对这等力量更是有着亲身体会 可谓是又惊又怕 恨之入骨 而现在 这等宛如禁忌灾阶般的力量却再次出现 并且被一个来历神秘的黑炮男子所掌控 这任谁能不惊恐 众人的反应 尽受黑炮男子眼底 唇角的微笑不由愈发浓郁 可玄吉 他违背一正 就见迈步而来的苏语 身影不曾停顿 神色也不曾有任何变化 似根本不知道危险般 身影尚在半途 其右手掌指一画 啥 一道剑气航空 视若清明 带着瑰丽耀眼的晨曦光泽 展露人间 还真是 不自量力啊 黑炮男子失笑 他没有再迟疑 心念一动 原本一时悬浮在虚空的那只墨盘大小的灰暗掌印 骤然发出一声轰鸣 横空而去 哼 剑气和掌印交错 并未发出太过剧烈的碰撞声 也没有掀起惊世骇俗的动静 因为苏语这一剑 只死刀切豆腐般 轻而一举便展开那墨盘大小的掌印 证人 那暗谷之劲所花的掌印 就这般被迫了 这落差太大 让人们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黑炮男子脸上笑容也猛地凝固 他能够掌控暗谷之劲 自然最清楚这等力量何等之恐怖 不夸张地说 在这苍青大陆 足可以让皇者忌惮成虫 不敢硬汉 可现在 却被一个少年一剑破开 这让黑炮男子眼皮狠狠一跳 不等他反应 轰 一分为二的掌印 溃散如潮 而苏语斩出的剑气 则于是不剪 朝黑炮男子斩来 黑炮男子冷轰一声 抬手一按 轻飘飘一个动作 却似神龙从云雾中探出巨爪 裹挟着灰暗禁忌的光泽 威势之上 似能撕裂这片天地 然而 哼 一声巨响 黑炮男子这抓之力 依旧如指红般 被一剑碾碎 这一场 黑炮男子脸色彻底变了 再不敢迟疑 身影闪烁 有惊无险地避开这一道剑气 哼 剑气垂落 在大地上展出一道深不可测的利缝 如若沟壑般 烟尘弥漫 全场死寂 远处观战者无不瞠目 谁还能看不出 苏以那一道剑气所烙印的力量 足以轻松克制暗谷之境 这个事实 也是让人们震撼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他们心中 龙昭三万年岁月 让诸多黄疾道统无可奈何 连黄境人物都只能躲避的暗谷之境力量 完全就和天道一样不可撼动 可现在 这个固有的认知 却被苏以一见之间打破 那种震撼 何想而知有多大 就是波谷通今 越近世事的傅京云 都震撼失神 再看黑炮男子 脸上已满是惊疑之色 你 怎会 他张嘴要说什么 可苏以耐心已耗尽 哪还有心思理会 纵身虚空 一圈杀来 哼 全是磅礴 若威尔神山轰然砸落 强势无匹 黑炮男子明显被激怒 袖抛骨荡 长指须抓 一片安国之尽力量涌现 化作四四方方的囚龙 冷罩而下 那等威士 只死能够把这片天地 禁锢和镇压 很久以前 黑炮男子就曾以这等秘术 镇压过苍青大陆上的皇者人物 堪称无往不利 可紧紧刹那间 这座囚龙轰然破碎 黑炮男子更是被一拳轰中 虚体狠狠倒是出去 唇脚躺穴 脸颊都变得苍白起来 他脸色大变 内心掀起惊涛骇浪 彻底意识到不妙 他已经敢确认 这苏毅竟拥有 刻着暗谷之近的力量 等等 眼见苏毅再次杀来 黑炮男子当即出声 我觉得有必要和你聊聊 哄 他的声音 被如闷雷般的 全境轰鸣声打断 苏毅身影灵力 全忙耀眼 一拳之下 千丈虚空都被那恐怖的权益覆盖 黑炮男子自不会坐以待毙 可当他动用暗谷之近力量对抗时 却显得极为不堪 哼 他再度被轰飞 劈头散发 肩膀骨骼都被轰碎 鲜血蹦践 显得狼狈不堪 这一幕 看得远处众人完全傻眼 之前时候 那黑炮男子何等阿安和屁宁 直死来自九幽之地的摩尊 高高在上 是当时只被揭入土鸡挖狗 然而当真正开战时 却直接被苏毅碾压 这在之前 谁敢想象 黑炮男子气急败坏 目姿欲裂 他从不曾想过 当自己终于恢复一些元气 从那陨星渊中 横空出世之后 却会遭遇这等打击 须知 在以前的时候 就是黄者人物 在他眼中 也和猎物没什么区别 然而现在 苏毅一个灵相敬少年 却杀得他无力招架 这让他如何不憋闷 不恼怒 苏毅 你这是找死 黑炮男子历声长笑 黑发狂舞 浑身灰暗光泽翻腾 冷罩天地间 随着他双手捏印 无数密集的灰暗利刃浮现虚空 而后如飓风般 朝苏毅席卷而去 天地都被撕裂出 无数道触目惊心的裂缝 这些利刃皆是暗谷之近力量所化 密密麻麻 铺天盖地 足可轻易屠戮当时任何灵伦境修饰 但 对苏毅而言 毫无威胁可言 轰隆 就见他不闪不闭 如一道流光般 视如破珠般 在那漫天历刃中年碎出一条通路 而伴随着那无数历刃崩碎的声音 所以一圈轰在了黑炮男子身上 砰 黑炮男子惨叫 身体如残破的沙包般 从半空中狠狠砸落大地 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 他鼻青脸肿 口中喷血 灰头土脸 躯体都因为痛苦狠狠抽出颤抖 那凄惨的模样 和之前的轻蔑众生的傲暗姿态 完全判若两人 远处人们神色恍惚 这一战 那黑炮男子俨然被苏伊顽虐 完全没有对抗之力 混账 阵天动地的愤怒大叫声响起 黑炮男子的身影冲出 壮弱疯狂 浑身弥漫着毁灭般的力量波动 朝苏伊杀去 不过这次 他没有动用暗谷之近的力量 苏伊眼神泛起一抹不屑 从见到这黑炮男子的第一眼 他就看出对方看似墙盛 实则外强中干 一身大到根基早已破损严重 抛开其所掌握的暗谷之近力量 骑士力也就和谢之北 环上林志等灵伦镜角色相当 苏伊虽不清楚黑炮男子最初是如何负伤 但却敢肯定 在那无数岁月的蛰伏中 这个躲藏在云星渊深处的狱卒 也仅仅只能够苟延残喘罢了 哼 今天的碰撞声响起 黑炮男子再度被轰砸在大地上 这一次 他腹伤更重 浑身骨头都不知断裂多少根 肌肤先去骨骨流淌 简直是惨不忍睹 到了此时 任谁都看出来 当按古之近的力量 无法威胁到苏伊时 这黑炮男子就如被打落凡尘的神奇般 只有被虐的份 这样的一幕也让人们平生一种巨大的落差感 一个如魔神般的角色 却自始至终被人蹂躏 这形成的反差无意太大了 啥 苏伊的身影从天而降 他覆手于背 覆盖着杂落在不远处地面上的黑炮男子 语气淡然道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跟我解释解释 什么就不堪入眼的土鸡挖狗 什么就要对真正的力量 一无所知 蓬头勾面 狼狈不堪的黑炮男子躯体颤抖 满脸铁青 内心涌起强烈的耻辱和羞愤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谢谢